欢迎来到亮哥快评节目 最近国际股市大跌 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济部长郭志辉 跟大家说股灾大家要心里有准备 那台湾是跌了1807点 史上最惨烈的一次 日本更可怕 日本跌了4451点 这简直是难以置信 那很多人都说是不是要逢低来抢短 或者是逢低要来建立部会等等 事实上我跟各位讲 这次国际股市的暴跌 事实上不一定是个股的因素 事实上有总体经济 总体金融面的部分 那我认为事实上有四个很大的原因 我把它叫做四大拉力 就是股市暴跌有四大拉力 这四大拉力不是任何人可以掌握的 你台积电公司再好 你一样会受到这四大拉力 把你拉着往下坠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这四大力量 首先第一个力量 就是日元加息升值 那它造成什么影响呢 因为国际上 向来都是从日本的银行低利率借钱 然后到美国去投资 这个价值更高的高资产 那这样的一个叫做美元跟日元的套利 行之已久 大概40年来都是如此 那这个套利的金额有多大呢 高达20兆美元 那目前日本已经开始升息 所以日币也开始升值 所以这个套利 即将要面临清算 那这个会导致什么结果 就是导致国际资金的减少 就是很多钱 基本上这个钱就不能再借了 因为基本上要升息 日本日元要升值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的经济不如预期 这个待会我们再来说明 那联动的就是 对人工智能的过度的期待 那事实上它的营收 并没有那么的乐观 这个跟当年2000年的网路泡沫 有点类似 那最后就是完全是金融 股市的一个 这个制度使然 因为ETF越来越多 所以呢 它一旦开始买 买进就会买太多 如果下沙也会下沙太多 这个我们叫螺旋上涨 或螺旋下沙 所以现在的股市就很容易 涨太多 跌太多 就是这样的一个四个因素 我们来做说明 首先就是美元对日元 你可以看到日元在162之后 就一路升值 升值到142 这个升值的幅度很惊人 已经有20点 从162到142 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 日本央行决定要升息 那升息之后呢 大家就预期日元会升值 而且大家本来也听到了川普 说他如果当选 他要把美元贬值 那要促进亚洲货币的升值 所以种种因素 反正你就看到日元一直升值 那日元升值就造成了一个现象 高达20兆美元的日元套利交易 很多人都说恐怕要进入清算时刻了 这个是德意志银行首先抛出来的问题 过去我们知道日本都是零利率 或者负利率 所以很多人都到日本借钱 然后呢 再转投资美国的股市 或者是美国的其他更有价值的资产 那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们叫做日元的套利交易 投资者介入低利率的日元投资收益率更高的资产 那通常都是在美国 那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低利率的环境恐怕即将要结束了 因为日本要升息了 那第二个就是日元的稳定 它长期就是大家投资嘛 然后就日元一直贬值 那现在恐怕不是这样 那全球资产的高收益率 现在也差不多到顶了 所以你去想一想 从日本借钱 去投资美国的高资产 现在这个逻辑会越来越难成立 因为日本升息 然后美国的高资产的营收 它的获利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个我们所讲的套利引擎 会逐渐赚不动 所以国际的资金就会开始减少 这个减少的幅度可能会相当惊人 那每日利差收窄 这个套利交易就会逆转 那日本央行 它升息了 所以美国联储9月本来要降息嘛 那这个降息意义就不大了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利差几乎就没有了 一个升息一个降息 那不是利差几乎就快要没有了 那根据过去历史的经验 日本央行只要升息或不久 市场就会开始动荡 比如说2000年的8月 日本央行加息到0.25% 两个礼拜之后 网路泡沫就开始了 那斯达克展开了 长达一年十个月的跌势 还有就是2006年7月 还有2007年2月 日本央行两次加息 然后接下来就是美国的次贷就不开始爆发 因为国际的资金变少 那次贷就没有办法 有效的借到钱来做运转 那金融危机就开始了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日元升息 升值 导致套利 美国跟日本的一个 对日元的套利交易 它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国际资金会变少 那第二个就是美国的经济发展不如预期 因为最新的一个报告 美国只增加了11万4千个工作 在7月 失业率高升到4.3% 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那这个就触动了美国经济上的一个铁率 这个铁路叫做萨姆规则 叫Sam Rule 就是失业率的三个月平均 它的上升 如果比过去12个月的最低值 高出0.5 那这个萨姆规则就被触动了 这个规则非常准 从1970年以来都非常准 就是它预测着美国经济即将进入衰退 那目前就是这个现象 就是失业率三个月平均值 已经比过去12个月的最低值高出0.5 这个就是过去的曲线 你可以看到失业率超过0.5的时候 那美国的衰退幅度 那几乎就是一对一的对应 那这个现象当然是被一些高手先看到了 所以你就看到巴菲特 他突然之间在iPhone16 还没有出厂之前 还没有上市 他就卖掉了一半的苹果的股票 但卖的额度有多大呢 他狂砍了3.9亿股 这个金额大到什么程度呢 高达750亿美元 这是巴菲特的判断 另外我们也看到NVIDIA 就是我们讲人工智能的晶片的 图形晶片的老大 英伟达我们台湾就要翻证我回答 他最近的股价 跌了26% 那最近我也看到英特尔在一天就跌掉了26% 英特尔呢 还说要全球裁员 裁员1万5千人 这相当惊人 那最近很多公司的财报都不太好 那第三个 就我们讲的 这个事实上就是从英伟达的 就NVIDIA的股价你都看得出来 就说我们是不是对人工智能即将带来的荣景 过于乐观 这个并不是说人工智能的时代不会到 而是说还没有那么早到 这个事实上2000年的网路泡沫 就已经实践过一次 就是大家都普遍认为网路时代即将来临 结果从1996到2000年 大家拼命成立网路公司 拼命让网路股票拥有本梦比 非常的高 那结果呢 2000年已经耐热网路泡沫化 美国的股市就从5000点 一路跌啊 跌一年10个月跌到1000点 纳斯达克 这次的人工智能泡沫 可能没有那么惨烈了 可是呢 大家对于它的营收 会过早到来显然是太乐观了 那这个事实上出现在很多的科技革命上面 比如说奈米技术 3D列印 加密货币 还有虚拟实境的技术 很多人都说 这个新的时代要来了 可是呢 新技术趋势跟创新 都需要时间来慢慢成熟啊 所以早先你对AI 就是人工智能牛市的过度乐观的期待 恐怕就要面对一波的修正 目前的现实是什么 大多数的企业缺乏利用AI 来产生额外营收 还有增加利润的计划 事实上我最近看到 中国大陆的这个大的语言模型啊 现在已经开始内卷了 因为这种公司太多了 所以他们不得不啊 要开始并购 杀价 那当然会导致利润变少 那事实上 人工智能的运用 有足够利润支撑的 公司的类型并不多 所以你可能过度乐观啊 他可能还要需要 更长时间的酝量 所以这个泡沫 可能就要破裂了 这个就像当年的网络泡沫 这个是2000年的图案 让大家看他的前后 就是从1996年 一路纳斯达克 从1000点标涨到 最高高达5048点 结果5048点突然之间 大家就对网络股票开始抛售 一路抛售到 一年十个月之后 重新跌到1114点 所以这个大家要尤其警惕啊 这已经跟个股没有关系了 而是整个时代 并没有如预期的提早到来 那失望性的卖压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三个都是宏观的经济跟金融面 就是日元升值升息 造成套利空间变小 第二 美国经济不如预期 失业率已经触动到萨姆规则 那这是要进入经济衰退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指标 还有第三 人工智能的牛市可能会重蹈2000年的网路泡沫 第四 就是我们的股市整个结构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的股市现在很少是散户在买股票 更多是法人在买ETF 散户在买ETF 那ETF它是城市交易 它很多都是联动的 那如果一联动 它整个卖掉 它里面的持股可能就是这个类型的股票 那简单讲就是科技的ETF的股票 可能会被过度买卖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所讲的 过度的买进 就是正向的螺旋 所以股票会被炒得过高 那现在轮到下沙了 它会产生一种负向的螺旋 城市交易 触动科技股票被大量的卖出 所以就会比你预期的要跌得更惨 所以我们这边做个总结 最近国际股市的暴跌 大家不要以为只从个股去思考 当整体环境开始下沙 宏观的条件 美国经济下沙 日元升息 日元升值 还有我们所讲的网路泡沫的再次的出现 这个造成人工智能泡沫 这些恐怕都不是个股所能够支撑 所以大家最好谨慎小心 面对暴跌的国际股市 要胜选进入的时机 我们今天节目就继续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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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